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漫威系列科幻爽剧 神盾局特工第一季第一集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说剧 自从超级英雄诞生以来 拯救世界的重任一般都是交给他们来解决 但超级英雄毕竟也是人 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出动的 而这个时候 一切特殊任务就交由神盾局特工来解决 这些特工虽然不是超级英雄 但同样很了不起 故事发生在复仇者联盟一之后 纽约大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就和平了 当时初代复仇者六人组的首次亮相 可谓是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尽管事后神盾局极力想掩盖真相 但事人们还是知道了超级英雄的存在 同时也意识到浩瀚宇宙中除了人类还有外星人 神盾局守护了十多年的秘密就这样曝光了 打街上 一个小男孩正目不转睛的看着商店内的复联模型玩具 露出了一脸渴望的表情 可他的父亲迈克最近丢了工作 手头有点紧 懂事的男孩只能强压下内心的渴望 突然 不远处的大楼发生了剧烈爆炸并起了火 路人们吓得四处逃窜 迈克见状也顾不了那么多 盯住儿子不要乱跑后 孤身向着大楼冲去 随后便听见了大楼里传来了幸存者的呼救声 情况紧急 迈克没有犹豫 直接划拳为掌 徒手扣进墙地 随后手脚并用 快速爬进了着火的楼层 没过多久 迈克就抱着幸存者从楼上一跃而下 稳稳落地 如此超乎常人的一幕 刚好被路过的女黑客凯斯露了下来 一旁的吃瓜群众们都认为他是新的超级英雄 低调的迈克赶忙戴上帽子离开了现场 带着儿子消失在了人流之中 试了俯身去 深藏公寓名 另一边沃德是神盾局分部的一名顶级特工 这天他刚执行完一项惊险刺激的任务 就被福瑞局长的左膀右臂希尔特工叫到了办公室 谈话间 两人提到了一个叫掌潮的神秘组织 掌潮组织是一群顶级的网络黑客 他们专门和神盾局作对 神盾局越想隐藏什么 他们就越去揭发什么 之前把超级英雄和外星人公之于众的正是掌潮组织 不过 希尔这次让沃德过来 是要处理另一件事 具体还得问菲尔扣森 沃德一听当即表示 我可是六级特工 扣森当初被洛基赐了个透心灵 他要是还活着 我能不知道吗 原来 福瑞局长当时为了激发复仇者们的斗志 故意伪造了扣森的死 据扣森所说 他一直在一个叫塔西提岛的地方养伤 不过 关于塔西提岛 神盾局貌似对扣森隐瞒了一些事情 而随着近期爆炸现场 惊现都冒英雄的事情曝光 扣森不得不回来调查此事 并决定要组建一支移动指挥小队 沃德就是小队成员的最佳人选 记住 沃德并不愿意加入小队 可惜这是强制性的 除了沃德以外 小队的其他成员也基本上都定下了 有武器大师菲兹 生物化学家西蒙斯 王牌飞行员兼保镖梅琳达 感觉这个小队貌似少了一名电脑高手 不过不用担心 一切都在扣森的掌握之中 小队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找到之前在火场救人的兜茂英雄 很快他们便乘飞机出发了 另一边 身为兜茂英雄迈克 还在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 就在这时 一路跟踪他的凯斯 主动过来和他谈话 原来凯斯就是涨潮组织的一名黑客 他认为 神盾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府部门 一旦麦克被他们抓到 就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麦克曝光 让麦克成为万众瞩目的超级英雄 这样神盾局就不敢拿麦克怎么样了 但麦克听了他的建议后 还是果断拒绝了 他只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英雄 不过热情的凯斯还是告诉他 自己的移动基地就在拐角的巷子里 需要帮助随时欢迎 随后麦克便离开了 但他的身份证却被鸡贼的凯斯顺走了 接着凯斯回到了自己所谓的移动基地中 开始以涨潮组织的口吻发送广播 对神盾局疯狂挑衅 说什么涨潮组织无处不在 休想抓到我们 事实上 只要寇森想 轻而易举就能把涨潮组织一国端 不过 他懒得和这些跳梁小丑一般见识 现在最重要的是查明兜茂英雄的由来 扣森把凯斯抓回飞机上后 开始对他进行审问 没想到 凯斯知道的还挺多 随后就说出了神盾局筹备多年的飞马计划 同时 这段剧情也说明了涨潮组织的犯罪动机 他们认为 神盾局向大众隐瞒真相的行为是不对的 但扣森表示 神盾局隐瞒真相 只是不想给人们造成恐慌 他知道网上那段兜茂英雄的视频 是凯斯录下的 希望凯斯能交出关于兜茂英雄的所有信息 并向凯斯解释 神盾局绝不会加害任何超级英雄 相反还会保护他们 不耐烦的沃德想要给凯斯注射强效吐真剂 而扣森为了迎娶凯斯的线人 直接给沃德来了一针 这下 凯斯瞬间反客为主 脱下外套就要来个美人剂 把沃德好好审讯了一番 了解到 神盾局没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同时他也终于对扣森产生了信任 另一边 小队的其他成员来到了爆炸现场 通过使用无人机扫描 众人找到了已经烧黑的监控摄像头 还有一个残留的外星金属 看来 此次爆炸案没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沃克来到了之前任职的工厂 恳求主管再给他找一份工作 却被主管无情拒绝 麦克情绪一激动 直接将主管扔飞 接着超级氧气瓶 啪的一下让主管领了盒饭 然而一时冲动的后果就是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 凯斯看着新闻中的监控录像 不敢相信之前的斗毛英雄 竟然滥用力量伤害普通人 为了查明原因 凯斯把之前从麦克身上 顺来的身份证交给了扣森 经过分析 大屏幕上很快就显示出了 麦克的所有资料 原来 在不久之前 麦克为了生计 参加了一项 可以增强人类体魄的科学实验 然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 扣森立马意识到 有人在创造超级士兵 拥有这项技术的人 将会对社会造成威胁 他们必须要找到 麦克背后的组织 凯斯灵机一动 在大楼爆炸之前 他刚好在现场的一个小巷里 录下了楼内的一段音频 随后在梅琳达的护送下 凯斯再次回到了小巷中 并利用移动基地的设备 将音频传给了飞兹 飞兹根据这段音频 以及监控探头的残存影像 很快就还原出了 大楼内爆炸前的场景 出乎意料的是 在楼内发生大爆炸的 竟然是一个人 当时有一个发狂的男人 手臂上镶嵌着 类似武功的东西 西蒙斯猜测 那是他的血液静脉过滤器 而从现场捡回来的外星金属 也确实验证了这一点 过滤器内的粘性物质 与二战时期 厄兹金博士创造出的 超级血清非常相似 但这可不是超级血清 因为外星金属内 含有非常不稳定的伽马辐射 被改造的人 虽然会获得超能力 不过也随时有自爆的危险 事实上 这种粘性物质 正是钢铁侠三中的绝境病毒 扣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而这种武功战士 若是被批量生产 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 眼下他们还有一个 更大的麻烦要解决 麦克也同样被注射了这种病毒 经过推算 最多再过几个小时 麦克就会自爆 他体内的病毒含量 堪称小型核弹 因此 小队必须先找到麦克 同时 为了不让麦克的小儿子 失去父亲 扣森下令 务必要找到能抑制 绝境病毒的办法 此时 麦克来到医院 看望了之前被自己救下的女人 原来 这个女人就是实验的负责人 他不但没有感谢麦克救了自己 还怒斥他暴露了实验 现在麦克必须永远消失 从此不再出现 麦克听闻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只不过是这场实验的工具人 情绪激动的他想到了凯斯 于是 他直接跳窗而出 随即带着儿子来到了凯斯的移动基地中 还把负责保护凯斯的梅琳达打晕了 准备去往另一座城市 开始新的生活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凯斯已经和神盾局是一伙的了 这就有些尴尬了 面对随时可能自爆的麦克 凯斯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假意带他来到车站 随后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偷偷给神盾局发送位置 扣森很快便率领特工小队找了过来 拿出大喇叭 试图劝说麦克跟他们离开 麦克却直接砸开车门 带着凯斯和儿子冲进了车站 一时间车站陷入了一片混乱 同时实验负责人也带着一名杀手混入其中 准备将麦克杀死来掩盖真相 就在凯斯在车站里劝说麦克的时候 杀手果断开枪 被击中的麦克一个没稳住从高处坠落 不过他却毫发无伤 而杀手随后也被及时赶到的梅琳达轻松解决 这时扣森主动走上前 想要稳住麦克的情绪 为表诚意他还放下了手枪 一番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谈话后 麦克的情绪终于逐渐稳定 突然一颗飞来的子弹正中他的眉心 麦克硬生倒地 开枪的人正是早就埋伏在楼上的沃德 但麦克并没有死 墙里的子弹是菲兹和西蒙斯经过不断努力 专门研发出来抑制绝境病毒的 现在看来麦克体内的病毒已经成功被抑制住了 但这件事的平息并不意味着麻烦就结束了 创造这种武功战士的神秘组织 如今依然逍遥法外 事后 扣森开着被他称为罗拉的敞篷车 正是邀请电脑方面能力突出的凯斯加入特工小队 没想到就在这时突然接到消息 神盾局刚刚收到了084 所谓084就是指地球上所有的未知事物 例如上一个084就是雷神的锤子 那么这次又会是什么呢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扣森的敞篷车 这辆车其实是可以飞的 事实上神盾局在二战时期就已经开始研发车子的飞行技术了 当时的负责人正是钢铁侠的父亲霍华德 而且在复仇者联盟一中 那艘飞天航母的设计灵感 貌似也来自于这辆会飞的敞篷车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喜欢王帝说句的别忘了订阅我